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作词 李宗盛 作词 李宗盛 请掀开经本 第二十二面,主山神这一段,前面曾经跟诸位介绍了七位上手。 现在我们从第八尊看起,第八尊是《威密光伦诸相神》。 这一段菩萨特号里面,有《威密》,有《伦》。 《威密》是讲的功夫,用功,《威密观照》。 《伦》在此地是表伐的。佛门里面常讲的《法伦》常转。 光伦跟威密集合起来,这是圣神的教学。 主山神的表智慧,表智德。 那么这个意思就非常恰当。 唯有高度的智慧,余满的智慧,才能够加释出世界一切法。 做威密的观照。 这才真正了解四十真相。 这个世间现代的科学家,他们对于一起肆误的观察。 可以说的已经到相当威密的程度。 比如说到物质。 他们已经观察到所有物质是波动的现象。 事实上完全没有实体的存在。 全是波动产生的现象。 这种观察可以说是相当之敬畏。 那么这个观察非常可惜,这些科学家没有能够接触到大乘佛法。 他们如果接触到大乘佛法,比我们一般人开悟容易。 什么原因呢? 还是一个原则。 他们的心定,心清净,心专业。 佛法里面讲,智行一处,无私不办。 这些专业科技的,他们的思虑都集中在一点上。 所以有这样敬畏的发现。 那么他这个发现,这种说法, 给佛法里面讲了。 一念不觉而有无明。 那无明是什么呢? 无明就是波动的现象。 由此可知。 世间万思万发。 一切人,一切事,一切无。 无不是波动的幻象。 那么既然讲波动了,就如同流水一样。 我们知道流水是波浪性的。 这个水又幻流又极流。 幻流非常平和。 极流犹如海滩,江湖里面也有极碳。 这个船只走到那个里面。 非常危险。 是显摊的。 一切波都有这个现象。 波动必然。 便及虚空发现。 像我们在一池水里面, 投下一个小狮子。 它就起这个波浪波纹。 它就变满。 它就变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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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这是一定的道理。 卧力的现象。 这个波动速度缓慢。 我们心里面的波动, 那个速度就太快了。 就是七星动念。 是很粗弦的波浪。 心波比电波殊胜太多。 这个电波无论它的速度, 它的影响, 跟心波比不成比例。 那正如同我们看到水的波浪, 跟这个电波相比一样。 它不成比例。 心的波动。 即时就能变虚空发现。 那个速度太快了。 超过光速啊。 光的速度不是最快的。 这个心的念头啊,快。 我们这个地方才起个念头念阿弥陀佛。 你看阿弥陀佛西方极乐世界。 世尊告诉我们, 距离我们苏婆世界十万亿佛国度啊。 如果说一个佛国度是一个银河系。 那就是它在十万亿个银河系的那一边。 那是阿弥陀佛的极乐世界。 可是事实上, 这一个银河系是不是一个佛国度? 许多人讲法不一样。 那黄念族居司在《无量寿经》诸节后面有一篇文章。 这是附落进去的。 那么它有它的看法。 它的看法, 我们今天讲的银河系, 实际上就是一个单位世界。 如果这个看法要是真的话, 这一个佛国度就太大了。 一个小千世界里面有一千个单位世界。 一千个银河系。 一个中千世界呢, 再乘一千。 一个大千世界, 就是一千个中千世界。 这样一个大千世界。 那么这个样子, 一千乘一千, 再乘一千。 十个亿银河系, 十个亿银河系才是一个佛国度。 十万亿个佛国度 这个距离太遥远了 我们用光的速度去走 恐怕也要走上几万年 还走不到了 还达不到了 可是我们心的波 这个地方才动 那个地方就到当了 各位想想 心的波 跟物理上的波动 不足以为比 心的波动 起念就是近虚空变化 所以上雨一切祝福 感应到就 下雨 一切众生 这是任言经上讲的同意悲虑 以不可思议的速度 就能够感动 虚空发迹 那么我们知道 一切众生 齐心动意 有善 有 有静 有染 这一切众生 这个善为染静 就影响到世界 这个就是经上常常讲的 正报 这个一报 随着正报转 就这么个道理 所以怎么可以说 我们这个一切自然环境 与我们起心动念 没有关系 那怎么能讲得通呢 所有一切一切正庄严 都是波动的现象 波动是能生能变 摄法界一正庄严 是所生所变 能所不二 才知道我们起心动念 会影响了 一切的物象 会影响到虚空发迹 不但影响我们居住的地球 影响太阳系 影响整个三千大千世界 不仅如此 再推广影响一切祝福刹土 这是真的不是假的 如果我们念头是悟 所现的境界会陀 佛经里面讲的 无助悟是 现这种境界 现这个象 如果我们的念头是善的 这个善念 不就是非常平和 所现的这个现象 祝天 遇界天 四界天 内至于 六道之外的四圣法界 身闻原觉菩萨的法界 如果是敬与现的 那就更平了 真是现的那个象 那个菩萨是清净平等的 换一句话说 极为细地步 这个波动所现出来的 一真法界 一真法界 也是波动 现的现象 但是它那个波动幅度最小 小到我们凡夫没有方法觉察到 那是极其威胁的波动 那么这是近代科学家 他们的法性 跟佛法讲得很接近 所以 这个世界 心底善良的人 我们今天 如果要看它心的波动 从哪里看 现在科技发达 可以从心电图上来看 你到医院检查身体 你看看心电图 这一打开 心平静呢 它那个心电图很好看 像水瓶一样 有波动不大 这个妄念多的人呢 打个心电图 上上下下 七上八下 它都完全不一样 这很明显 这很明显的就测量出来了 我看到这尊菩萨的德号 我跟大家讲的这些话 与我们心灾 消灾 灭难 有密切的关系 什么关系 理论上的关系 今天世界 为什么有这么多的灾病 我们读了这个经文 我们读了这个经文就想到 心灾在世间上 那个心是什么样的心 贪嗔痴慢 杀到淫妄 无逆实物的 这个念头 这个念头 这还得了吗 所以今天我们居住的地球 生态环境被破坏 谁破坏 谁破坏的 我过去跟大家说过 哪一个人破坏 谁造成这么一个恶劣的现象 我造成的 我的心不善 我的念不善 不要去怪别人了 我未有责任 勇于成当 换句话说 我没有修得好 让世界这么多众生遭难受苦 真正修佛人 看到这个现象 要回头自己责备自己 这是我们真的觉悟 真的明白了 不了解这个四十真相 以为外面这些自然灾害 与我们毫不相干 我们对它毫无能力 这个是迷信的 这是错误 把四十真相完全看错 不知道我们心念 这不知不觉就影响到大自然 影响到大环境 不仅仅影响了这个地球 而且影响这些星球在太空当中运行 影响它运行的速度 影响它运行的轨道 影响它这个走心 这些都是四十真相 我们就明白了 认真地行大忏悔法门 我们救自己 我们救度一切众生 我们改过自信了 法门里面最殊胜的法门 就是念佛 念佛何以殊胜呢 念佛是最有效的 把我们的心波 纠正过来 过去我们的波 杂乱的 今天我们用清净心 念阿弥陀佛 恢复到自信的清净平等觉 清净平等觉的波 最温和的 得波动幅度最小的 确实能够恢复 恢复恢复环境的正常 恢复自然环境的 规则的运行 所以我们过去曾经也讲过多次 我们讲到环保 环保从哪里做起 从心地做起 然后才能够受到效果 如果疏惑了心地 心地是破坏环境的根源 你这个根源 你没有把它导正过来 只是在 枝末上用功夫 这是不能解决问题的 解决问题要从根本 才能够受到真正的效果 那个根本也就是大乘佛法 教义的真正基础 就是说明宇宙人生的真相 真相的基础 就是这样的波动 相中的经论分析的威胁 一念不绝而有无名 从无名生三细相 从三细相再生六处下 这个是世法界 异正状元 我们今天讲 宇宙的起源 生命的起源 佛把这四细相说出来了 宇宙跟生命的起源 就是我们自信的心动 一念不绝而 一念不绝而 这才真正把这个根本的因素 造出来 造出来之后 这个世界 一切燃尽善窝 我们自己能做得了主宰 那就是内言经上所说的 若能转进 则同如来 我们自己可以主宰 改变环境 这个是佛法修许 无比殊胜的功德利益 谁能达到 佛菩萨做到了 佛菩萨能做到 我们也能做到 佛菩萨有能力 把慧途变成净土 将卧室变成善事 他有能力 这个能力的根源 都不外乎波动的现象 那么我们今天在念佛堂 念经 念这句佛号 这么多人 以真诚心 清净心 大慈悲心在成念 诸位想想看 这个道场 就像这个心波的发射台一样 世间众生 那个波虽然是很乱 很杂 也相当强大 干扰我们的物质环境 干扰地球的生态 我们今天发出这一股波动的力量 也不小 这个力量发出去之后 也能够对它产生了障碍 这就是念佛能救度自己 能救度一切众生 念佛能挽救地球的生态环境 道理在此地 你要不能彻底了解这个道理 因为我念这句佛号能起什么作用 如果大家都有这个疑问 那我就答复你 你念的佛号真的不起作用 你要问为什么不起作用 你这一念疑惑 就把你这个念佛功夫破坏掉了 你还起什么作用 如果你这个念佛理念 不怀疑 不夹杂 不间断 这个力量大了 这个波放射出去 非常非常大了 何况我们这个波发射出去 又得一切诸佛菩萨的波 跟我们结合成一起 你说这个力量多大 能消众生的灾难 能度众生的苦恶 总在真心 你的心越真诚 这个效果就越强大 心越专一 这佛在经上讲 置心一处 无私不办 世间人造业 还没有置心一处 所以他那个业并不可怕 我们今天用置心一处 用这个力量来对抗它 就能产生很大的效果 我们以善命冲击它的悟念 以静命冲击它的忍耐 这是念佛基本的一个道理 我们不能不知道 不知道对于念这句佛号 哪有信心 所以诸位 这个两天 你们念佛 有这样殊胜的功德利益 来参加念佛人 比我预先估计的多一倍 我原先估计 日夜念佛不中断 大概两个人的样子 没有想到超过四个人 所以从这个地方来看 新加坡有佛报 这个国家有佛 东南亚这个地区有佛 再往远处 这个地球还是有救的 谁救了呢 这么多的诸佛菩萨救了 你们参加念佛堂 就是参加救援的工作 所以一定要用真诚信 要记住 不怀疑 不夹杂 不间断 我是看到 菩萨的德号 未灭光伦 我们今天这个念佛堂 今天这个讲堂 未灭光伦 都在这里发誓 他怎么会没有效果呢 如果这四百多个人 每一个人都是一心专利 说老实话 这世界上极深一人造业 我们都能把它削掉 现在我们还削不掉他们的意义 问题在哪里 我们念佛了 没有做到一心成念 一面念佛还一面大妄想 还是有夹杂 你可以做到 你不怀疑 不间断 但是不怀疑 粗的那个怀疑的念头没有 细的一念的还是有 所以我在这个地方 特别把这个道理给你说明本 这个是一样 善的波对这个我的波 一进的这个心波 对这个人的心波 这是原理 你明白这个原理 你对于这个法门修学 绝对没有怀疑 那么下面就是要做到 不夹杂 不间断 这个力量大了 说实在话了 你一个人这个波发出去 可以对 可以对峙一万个普通人的波 普通人那个心波 没有你这么强大 纵然他们这个波是个物体 是染的 不善的 我们这个亲近的 善的 能够把它缓和 这两个波一接触 就能够缓和它 那么这时 微灭光能 主山神 里面讲的 微灭光照的经义 我们修学 真的有理论上的依据 真正有很明显的效果 那么今天 观音菩萨圣诞 又遇到新加坡的国庆 无量的欢喜 诸位能够认真地学习 以这个年天的功德 回向给国家 回向给这个地区 回向给全世界一切众生 这是庆祝国庆 庆祝观世音菩萨 最好的供养 无比殊胜的供养 所以你要晓得 你怎么能不干 再看下面一位 第九位 菩萨现见不善人 菩萨没有界限 菩萨是慈也 是清净也 慈悲也 大慈大悲也 像观世音菩萨所示现 牵手牵眼 许多同修都知道 有牵手牵眼观世音菩萨 你知不知道 有牵手牵眼文殊菩萨 有牵手牵眼普弦菩萨 说实在的话 每一尊菩萨都是牵手牵眼的 为什么特别以观世音菩萨做代表呢 牵手牵眼都是标慈悲 大慈大悲也 一言到手到 只要一看见的 立刻就帮助 对元首立刻就到了 所以特别以观世音菩萨来表发 任何一尊菩萨 任何一尊菩萨 大家听到观世音菩萨 其他菩萨好像很少 菩萨来帮助我们 我们接受菩萨帮助 这当中有个语言 菩萨是真心的 不是妄心的 我们凡夫 六道凡夫的心是妄心的 不是真心的 那个主义常常会变了 佛菩萨用的真心 真心不必 所以他真心是安定的 在心电图上看 它是一条平线 极其细微的波动 非常欢呼 非常有直序 一点都不乱了 那么于每一尊佛菩萨都是以真心的 平等爱护一切众生 关怀一切众生 帮助一切众生 众生跟他没有缘 不接受他的 那他没办法 他爱你 你不爱他吗 那有什么法子呢 这个就没有法子嘛 观音菩萨与我们这个世间 缘分就特别深 观音菩萨爱世人 世间人每个人都喜欢观音菩萨 那么由此刻之 总在一个语言子 那么在我们中国 真对所有人 家家观世人 不管他信不信服 他都喜欢观音菩萨 他都想供一种观音菩萨 这就是说明 观音菩萨与我们这边 特别有缘 所以无量寿经上说 当我们遭到大极难的时候 阿弥陀佛都劝我们念观音菩萨 都不要念阿弥陀佛了 这什么道理呢 观音菩萨与我们的语言太深了 我们说再讲 每一个人喜欢观音菩萨 比喜欢阿弥陀佛的程度要深一点 这种道理 否则的话为什么不叫你念阿弥陀佛 极难的时候就改念观音菩萨 他总有个道理在 那我们学佛明白这个道理了 我们对阿弥陀佛信心不利 所以我们遇极难的时候还是念阿弥陀佛 我们教别人也念观音菩萨 我自己念阿弥陀佛 所以你要问这什么道理 这道理已经讲出来了 你就懂得了 语言不同 所以我们在现在 现在是我们在阴地的时候 修阴 阴地时候 要跟一切众生们借欢喜悦 要以词言看众生 即使这个众生无恶不足 我们还是用慈悲心对他 还是用词言看他 将来我们自己成佛了 度他就容易了 他跟我有缘了 这正是佛家所说的 佛不度无云之人 所以在阴地 要与一切众生借善语 与一切众生借法语 将来你成佛 度的众生就多了 你要不跟众生借缘 将来成佛了 度众生也只有几个 不太多 跟其他祝佛一比起来 逊色很多 这个就是借缘非常重要 仆言现见 现实实现 那么这个借当然不是普通的借 这个借如来国地上所说的 无因缘民 也像前面一阵菩萨所说的 威蜜观照 无所不尽 谢谢통령 吃饭都发色相 与一切发 夜夜发着 详中 都能够见到 性向理事因果 对自己成就自己的智慧 定功啊 那么对他信身说法 清理积极 能令众生得度 幕后一尊金刚秘严主上人 经文上凡是看到金刚 都是表金刚薄弱 它是比喻 比喻自信里面本具的薄弱智慧 密 这个密不是秘密 各位要记住 佛法里面没有秘密 佛法完全是透明的 完全是公开的 我又丝毫一迷 这个名字是深密 许多思许多道理太深了 凡复见不到 凡复体会不到 不但凡复 佛在经上告诉我们 就是你 声闻 语音觉 菩萨 有时候都见不到 这个黎根寺太深了 到什么时候 你才能见到呢 金刚 第后 你就见到了 像中所讲的阿赖耶识 阿赖耶识 是个根本事 能生万发了 如果用像中的话来讲 我们讲宇宙的起源 生命的起源 从哪里来的 阿赖耶 变现出来的 阿赖耶是个根源 什么时候 你才能见到 阿赖耶的三细像呢 金刚 到后 金刚 般若现前 你才有能力 见到啊 见到这个境界呢 这是大臣经上常说的 彻法地缘 这些万发的根源呢 你找到了 你明了 所以主山神里面 一波风开花 开端 以金刚 秘引 定后 这个意思 很深 希望我们 修学 要细细体会 这里面的道理 如是等而为上手 起诉无量 这一句是总结 这一个团体 他们来参加大会的人数 也是无量无别 末后这一句坦德 借于度法 得清净业 清净业大师 在祝节里面 给我们一个提示 他说 因为主山是表 智德最高 智德最高 那么佛法的修学 主要点 恢复自信本具的智慧 在一切法里面 释出世界 一切法 智慧是第一了 智慧最高 智慧最甚 用山来做比喻 所以在探夺 这个里面 得清净业 你站在高处吧 你在看得清楚吧 你在看得远吧 古诗里头所谓的 愚穷千里目 更上一层楼吧 你这已经到山顶上了 取这个意思 所以每一位 上手 德号里面 都有光 这个字 总表智慧 那么这一端 我们就介绍到此地 这个幕后这一句 主要晓得 没有智慧就没有清净业 那么换句话说 没有清净业 你就没有智慧 佛法能所是一 不是二 决定是相辅相辰 什么叫清净 心清净了 眼就清净了 眼哪有清不清呢 在心呢 心清净了 耳也清净了 耳根也清净了 十一根也清净了 六根统统清净了 这是我们现前修学 学习 佛法里面讲修行 修正我们思想行为最重要的一个科技 清净了 无量寿经把它列在经体 清净平等旧 在男的修呢 在日常生活当中修 生活里头 点点滴滴 无论大事小事 情心动命 要与清净相应 什么叫清净呢 不然就是清净 什么叫不然呢 能够远离人我是非 远离明文立养 远离坦诚迟慢 就清净了 与清净就相应了 所以在动念头的时候 还有我 还有人 这里面还有贪嗔痴 还有分别执着 这个心就不清净了 要学 学永迦大使 分别一非一 我们的功夫才得了 我们与大众相处 不能不分别 不能不执着 分别是 随顺 大家的分别而分别 随顺 大家的执着而执着 这个就是世间发现了 入境随俗 也是普贤菩萨交给我 横顺众生 自己有没有意思呢 没有 你就清净了 自己有一点意思在里面 你就不清净了 真用功夫 是这个用法了 在你的生活里面 工作当中 待人介入 跟一般人完全一样 活光同尘 就是里头一点意思不夹杂 这叫真功夫 那么你在这个生活里面 你完全用的是清净性 六根清净 得清净一言 这一言根 这一根得到六根 统统恢复清净 这一点非常非常重要 再看下面第八段 主灵神 清净大师 为我们介绍 这个一个团体 我们现在人讲社团 这个社团 主灵神 他们这个团体 灵是森林 那用现在的话来讲 树神 那这森林里面的树神 佛在戒经里面告诉我们 树木 它的高度超过一个人 这个树就有神 不是这个树成神了 不是 是鬼神 依附在树林 鬼神跟人一样啊 他要找一个地方 居住 那么最方便的 最容易找到的 就是树木 所以他把树木 当作他的家 他住在这个树上 我们就称他做树